为什么肖战接不到电影邀约了? 相信有很多小伙伴都注意到了一个事情,就是肖战最近的发展,好像不太如人所愿,电视剧方面还勉强接了几部电影,但在电影方面就惨了。 自从2019年与李沁、孟美琪合作拍完了《朱仙》之后,再也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了,特别是他的新电影《射电英雄撰侠之大者》,目前仍处于遥遥无期的状态。 那么问题来了,为什么肖战接不到电影邀约了呢? 对于这件事,许多观众第一时间可能会想到肖战本身的情况,认为是因为他个人发展不佳,才导致的现在的处境。 但事实上,我不太认同这种说法,因为对于肖战来说,事业发展是因人而异的。 那为什么肖战近来没有出演电影呢? 要说这个问题,我们必须提及肖战的身份,他是一位流量明星。 流量明星是通过造型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产物,流量明星的特点就是流量高,但演技欠价。 肖战同样也有这个问题,确实,他的流量确实很高,但演技是否够强是一个大问题。 要知道,电视剧可以依靠数量堆出来,但电影不行,因为现实的问题是,网上再多吹捧。 一看电影票房就能揭示问题,因为很现实的事情,网上再能处理,一看电影票房就能暴露出问题来。 这对于谁来说都不见得是什么好事? 为什么肖战在电影圈无戏可拍了? 流量明星特别喜欢刷数据,使得他们这些明星,看起来数据都很不错。 可是电影可不一样,哪怕流量明星再会刷数据,也架不住票房,数据摆在那里。 有人可能也知道电影院的图灵场和偷票房的事情,但这样做的成本实在太高了。 很多流量明星只需要刷数据究竟,但电影院的造假成本,可远远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低。 因此流量明星的那套蛮法,放在电影圈不管用了,因此流量明星这些年,普遍都在电影圈蛮不转的原因,也就很好理解了。 这就解释了,肖战为什么接不到电影邀约了? 很简单,就是因为电影最看重的两件事情,他压根就没有办法做到。 一来是演技,二来是好照例,肖战这两点都没有,他又有什么,暗暗是什么都没有,无非就是一张长的好看的脸蛋而已,其他的东西他啥都没有。 娱乐圈背后的资本是最现实的,肖战根本无法解决这件事情,再加上资本这些年也发现了,电影圈的流量明星,号召力都一般。 所以,他们索性就不再邀请他们出演电影了,这就是解释了,不管什么流量明星都出演不了电影,尤其是大制作的电影,压根不会请什么流量明星,哪怕请了,也只是让他们担任客犯性质的角色,根本不会让他们主演某部电影的原因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,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,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,再见。